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聊汇率问题 或者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 而且往往一国的货币的不断的贬值 往往预示国家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元兑日元 美元兑日元最近几年来可以说是持续不断的贬值 尤其是疫情以后贬值的幅度是相当的大 目前是创了一个历史的贬值记录 美元兑日元达到了154.78 突破了历史新高 因为这个是美元兑日元 所以说涨得越高 意味着日元贬值幅度也越剧烈 日元在以前历来有避险货币之称 但是在08年以后 这种避险的属性似乎有所丧失 而且变成了很发达国家里面 相对美元贬值最剧烈的一个货币 我们看一下07年以后 当时08年那次金融危机的时候 日元其实还是表现了很强的避险属性的 一直到2011年 包括欧债危机爆发的时候 日元升至达到了一个巅峰 就是这个75 之后就开始了浩浩荡荡的贬值历程 走到现在离当时的75 已经贬值贬了一倍 所以说日元的这一波的贬值幅度相当剧烈 没有体现出丝毫的这种避险货币的作用 同时大家知道日本央行在上个月进行了加息 我们可以看到但这种加息没有对日元的这种保卫战起到丝毫的作用 而日元依然是我行我素不断的贬值 其实决定日元的升值和贬值的关键因素有两个 一个就是本身美元指数的走强 美元指数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来讲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 而且整个台阶从08年以后是足迹走高的 足迹走高 从70到80 80到90 90到100以上 目前这一波基本是运行在100以上 所以说外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强势美元 给日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另外日元 大家知道日本央行的长期维持零利率 甚至负利率的状态 包括收率曲线的控制 所以说长期维持一种宽松的状态 再让日本本身的老龄化少子化的愈演愈烈 所以说日元 它确实也很难再成为一个强势货币 而且在下一次危机之中 我相信它的这种避险属性 也不会再有避险属性 相反的它这个贬值程度 可以说是有可能是愈演愈烈 那另外的这几天 大家相信看新闻也看到了 就是不光是日元非常弱 当然它是发达国家货币的一个代表非常弱 其他的新型市场国家的各国货币 也都压力很大 不管是印尼印尼顿 还是越南的越南顿 菲律宾比索 包括印度卢布 都或多或少 创了近几年 或者说创了近年的这种贬值的新低 所以说整个亚洲的货币 不管日元韩元 还是东南亚这些国家的货币 都遭受了很大的这种卖压 那这种卖压似乎有点像 1998年当时亚洲金融危机 泰铢被做空时的这种状况 就是整个东南亚的国家各国 这种首先是货币危机 腥风血雨 之后是金融危机 而后转化为经济危机 所以说当下的亚洲各国 包括日韩的这种货币相对美元的 这种剧烈贬值 有很大的因素 是他们跟美国的整个 经济周期的这种错配 或者经济周期的差异而导致的 就是整个美国因为通胀有粘性 美联储迟迟不降息 所以说整个货币节奏发生了很大的差异 各国想降息 但又不得降息 没法去提前美联储而去降息 最近大家也看到欧洲央行也宣布 准备在美联储之前就降息 也就是在6月份就提前与美联储降息 不等美联储了 一般来讲欧美央行 它的货币政策的一致性是非常强的 欧洲基本来讲是跟美联储一步一趋的 美联储降息它之后加息 美联储降息以后它降息 但这次欧洲央行也等不及了 因为欧洲的经济也不支持它再等下去了 而且它的通胀已经下行到了一个合理的区间 到了2.4%的一个水平 还在继续的下降 所以说这样一来 欧洲央行也有可能提前降息 这样会推动美元更加的强势 所以说整体美元处在一个 一涨难跌的这么一个状态 好 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简单分享的一个 就是当下的各国货币汇率的一个状态 可以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 而且紧接着之后 除了汇率市场的大幅波动 我们还会看到股票市场 权益市场 以及大宗商品市场的大幅波动 都会相继的展现开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